你能看到年轻的戏会变少了吗? 肯定会看到年轻们的起来就觉得是不是自己的戏就会变少了 但应该随着年龄的不同可能接的戏也不一样吧 小的时候接一些校园的戏 可能到了中年接一些类型片 到了晚年就在家去医院拍点缓冬片 我会跟演艺圈说你很好我还在 你参加节目的心态是什么呢? 从目前来看作品可能会塌 演技未必优秀但只能用娱乐精神扶我上清云 我觉得在我就是演员这个舞台上 就是应该去被大家议论的 你已经做好准备去接受大家审视了嘛 所以我就觉得我会去就是看一些客观的话 对我的客观的评价 只要要演戏 我觉得所有人的衡量标准都是一样的 所以我一直也觉得没有代表作 然后不好的声音其实我觉得太正常了 每个人看都有自己的看法嘛 然后后面后继乏力 我是觉得就是很少有演员真的能步步都是代表作 这太难了 我觉得这也带到很多一个是自身的原因 二是天时地利人和 我觉得各种原因吧 但是自己肯定有自身的原因 就继续努力呗 会压力挺大的 上一次跟鲍贝尔老师演刚的琴的时候 然后就是在排练的时候 然后苏文老师就突然说 你们要不要即兴来一遍吧 对然后我们就即兴来了一遍 然后没想到老师觉得效果还不错 就真的搬在舞台上使用了这个即兴的方式 所以当时心理压力真的是特别大 我觉得我们的这个职业 无论是歌手还是演员 都没有所谓的终极目标 对我觉得全方位的发展才是终极目标 那有哪一种类型的戏剧是你接下来最想要尝试 或者是想要挑战的 我觉得我可以能驾驭的角色我都想去挑战吧 现代古代当代都可以 成为一个有内容的演员是肯定的 本身就是演员 我只不过来这个舞台我能更 让观众看到我有更多的可能性 个人认为我好像没有那么重的标签 对而且我之前做过的喜剧 很多都是情节的 对就是这种的喜剧 我想成为有流量又有演技的演员 就像是我前两天发了一条微博 我想成为一个长得又好看又有演技的演员 你觉得演技是靠勤分呢还是靠的是天赋呢 我觉得都需要缺一不可 其实我在刚来这个节目的时候有说过 其实我是我觉得自己是零分 抱着一个从零开始的心态 然后来到这个节目 就有点像新生入学的感觉 然后觉得最终能够达到及格分我就很满意了 我主要的想法还是说在这个过程中能够尝试更多的一些可能性 算是对我的一个肯定和鼓励吧 我觉得我离成功还很遥远 外界给人一种文艺天男主的感觉 那私下也是比较安静沉稳的吗 看情况 我要是跟朋友家人在一起 我就没那么安静了 不是摆脱也不是证明 是来学习自己到底能不能做一个合格的演员 最喜欢的还是喜剧 适合自己的角色应该有很多 我一个一个去挑战